其实主要我们是希望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它的数量总共是几笔呢 打开之后 你会看到它这边有3322 等于是-1的话3321 也就是说历年来 从103年到111年的1月23号 这边其实有收 就是把那个台北市的相关的住宅 还窃到发声的资料 其实台北市政府已经开放 所以你在Google上打开放资料 就可以找到这资料 其实是从开放资料里面找到的 其实在开放资料里面有非常多的资料 是还蛮有用的 所以只是说我们为了练习 我们就取得这个资料 那可能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包含第一个 如果我未来希望做出一个统计 就是这个资料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历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知道一个答案 什么答案呢 历年来这个住宅窃盗案件 是增加还是减少呢 所以呢 如果希望最后画出一个图 这个图的话是像这样的 治安到底 历年来治安是否变好还是变差 那当然以数字其实是最容易表达的啦 OK 那只是说我们会需要什么 第一个 那我需要什么 把历年 历年的话就是说 哪一年的数量帮我把它全部加总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里面比数哪个最多 OK 那我们可以画出折线图 所以历年看得出来 应该是越来越好的感觉啦 如果说这个资料没有问题 没有错误的话 那理论上看起来好像 像这个治安住宅窃盗的案件 好像似乎一年比一年少 OK 那这个资料要怎么做出来 这是第一个 当然前面讲过啦 如果说我们要做这个统计分析之前 第一件事情的话 就是先把那一栏做出来 那一栏有了之后呢 你再去做什么 做统计就简单了 用什么枢纽分析表就OK 所以第一步的话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你要画那个历年来的 那你就是在发生日期 里面呢 就是按右先选C栏 然后按右键插入一个栏位 叫做年就可以了 那当然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不能直接用发生日期 拿来统计分析吗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直接用发生日期 里面除了年之外 还有月还有日 等于是资料混在一起了 那当然如果你输了分析表给他 他当然就看不懂这什么东西 所以理论上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帮他分开来 那怎么分最简单 因为刚好前三个字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文字里面的前面 就是Labs 前面三个字的话 那就是给这个资料 然后呢再跟他讲说三个字 按确定 那就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ok那这样不就可以把它分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怎么样 再按一下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这个范围就对了 然后按确定 然后呢把那个年拖拉到年嘛 算一下就总共这么多年 那他其实就是帮你把它移除重复 就留下那个年没有重复的这些资料 再把年拖拉到尺 那这里的话呢 就会帮你计数 所以算下来的话 就是按照顺序帮你排列 那当然这里面有两年 其实是不用的啦 103跟110好像资料都不完整 所以呢我们可以再点选列标签 右边的这个箭头 然后把103跟110 这两年怎么样把它剔除掉 剔除很简单 就是直接利用筛选功能 把它筛选 筛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留下什么 104到110的资料 历年资料 那我们再来如果要画那个图的话 就很简单嘛 就直接什么 点选书纽分析图 找到折线图 那一般是有节点的 所以你就选择这个 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 然后按个确定 那资料就出现了 ok 那剩下来的话 就是说呢 你再把这个上面的标题改一下吧 也许说什么 历年的这个切到按键统计 然后这边多一个图例 这个图例如果不要按delete掉 这样也ok 然后就改一下标题 基本上很快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人家问说 到底历年台北市的治安有变好还是变不好 其实有的时候看数字相对会比较清楚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去争论 ok 那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如果我想知道什么 诶 到底那个 这个台北市哪一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那一样嘛 如果哪一区 那哪一区的话呢 当然我希望画成一个圆形图好了 并且把中 就是 切到按键最差的那一区 最多那一区 把它特别凸显的话 那用圆形图似乎是最清楚的 那怎么把这个给做出来 那一样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 里面有没有区这个栏位 好像没有耶 那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嘛 你可以把它变出来 那怎么变呢 你可以在地点的上方按右键 插入 然后这个叫区好了 ok 比如说我要一个区 然后区的位置 刚好是在第四个字取三个字 所以用插入函数里面呢 有一个叫mid函数 那mid函数的话呢 就跟他讲地址的位置 然后从第三 应该把第四个字 帮我取三个字 然后按个确定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再把这个范围插入 枢纽分析表 然后按确定 这样就ok了 那一样的话呢 他这边会多 理论上应该会多一个栏位 叫做区 但是你现在看到 奇怪怎么没有区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 刚刚已经做过了枢纽分析表 他的资料已经暂存在catch里面 所以你这个地方 如果要重新再抓一支资料的话 上方有一个叫重新整理 所以你把重新整理按一下 这个时候区就出来 你把区拉到列 再把区拉到值 ok那这样就算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统计出来 这个看起来数字 大安区 明显是最高的 所以呢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资料最后再做排序 高的在上面 低的在下面 那一样嘛 切到资料里面 点选Z到A 他就帮我把它排序了 然后呢 再来我如果要画那个圆形图的话 那一样嘛 就是再把它切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枢纽分析图的地方 然后呢 枢纽分析图我就把它切到这边 这边盖到 枢纽分析里面 枢纽分析图 那一样的话呢 就把圆形图画出来 然后按确定 那这个图基本上就产生了 那只是说圆形图有个缺点 就是上面 它其实没有显示说 哪一区 在上面 所以我习惯按右键 新增一个标签 那标签的话呢 选择那个资料 图说文字 那就加上去 这样就很清楚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要凸显哪一区 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 比如说想要凸显那个中山区的话 那很简单 你先点一下 点第一下的话 是点这个圆柄 第二下的话 点选你要把它 往外拉的这个区块 就中山区 所以其实 1 2 然后3的话 向外拉 这样的话 基本上 中山区就被凸显出来了 OK 那我们基本上呢 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哪一区的占比 各是多少的比例 哇 马上可以清二除 所以其实 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你需要分析资料 其实蛮快的 其实说真的没有花太多力气 但是分析结果还蛮好用的 而且很清楚 尤其是那个图 做出来之后 哇 那就一目了然 那最后当然 假如 我希望 所以最后有一个 延伸练习题 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如果说我今天 需要再统计一个 因为一般我们将来 如果说想要居住 不管是买房或租房 好了 那我都会可能移哪一条路 或哪一条街 或哪一条道吧 道可能就是市民大道吧 那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台北市哪一条路 或哪一条街 的治安最差 我就避开 那当然相对就比较 不会有治安上的问题 那当然你们可以再找 除了住宅窃盗之外 其实还要抢夺啦 还有像其他的相关的一些 治安的一些资料 其实开放资料里面都有 当然你们如果想要避开那些 地区的话 其实就可以找一下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 插入一个栏位 那名称的话也许叫什么 他可能叫路 什么什么路 比如中校东路 那可能叫什么街 比如说叫什么厦门街 也许叫市民大道 所以主要应该就是这三种 那如果我希望可以把什么街 什么路 什么道 把它提取出来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最难的 那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假设 不会用对的方法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总不可能土法链钢吧 选起来Ctrl C 然后Ctrl V 有没有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总共三千多笔 你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取得要的 其实这个概念跟 刚刚那个151那一题有点像 你只要找到前面 有点像 他这个路或接或到的 前面这个字 他到底可能 就是有点像前刮虎 我们前一题是前刮虎 可是这个的话前面这个字 他可能他没有统一 前面可能是什么什么区 或者什么什么里 或什么什么零 可能就是零里区吧 先零嘛 如果没有零 那就可能就有里 没有里就有区 所以我只要知道这三个讯息 反正其中一个有 那我就知道他的位置在哪里 我就把他的位置在加1 所以用Find 先Find 0 如果没有 如果找不到零 就帮我找里 如果找不到里 就是帮我找区 那不就有位置了吗 然后再来如果没有路 就找接不然就找到 反正就是一定是路接到其中一个 然后呢 我知道他的头 也知道他的尾 那就把中间的字要切出来 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样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所以其实跟刚刚那一题 还蛮像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这个我们上课的时间 这个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把这一题 当成是课后的练习题 然后最后我是希望说 可以帮我把这个结果 统计出来之后 并且排序 排序的话 最好是筛选一下 只取前10个就好了 不要太多 10个就好了 然后呢 让我知道哪一条路上面的切断按键最多 分别把最高的前10名列出来 OK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这个什么时间 我想这个有兴趣的同学 就可以自己再练习过 基本上这个答案 其实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们可以从那个 我刚刚给各位云端位置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找到 答案就在上面 OK 然后 好 那有同学好像有 OK 没关系 那 最后的话呢 其他还有一些其他练习题 所以这一题 回去可以试做看看 然后 另外的话 在练习题里面 我们这边有放了四道题 所以 嘿 怎么样 OK 如果有同学有事可以先下去 没关系 那最后这个四个 因为我们还有剩下三分钟时间 最后把这个题目再稍微讲一下 如果回去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稍微练习一下 那101这一题实际上就是有中文英文的问题 那答案在这边 你可以把这个B栏的答案把它删掉 也就是把这边A栏里面的资料 帮我把它的中文 通通提取过来 就是中文 英文 数字 但是我只要中文 那怎么提取过来 这边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个LEN 跟LEN B B的话是算bytes 也就是中文一定是两个bytes 所以你可以判断一下 哪些是两个bytes 哪些是一个bytes 如果一个bytes的话 是数字跟英文 如果两个bytes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是全形 所以呢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文字函数 把全形转半形 然后再判断 可能相对会比较没问题 所以怎么样提取几个中文字 所以这一题的话怎么做 也许可以试试看 然后后面的话呢 我还有放了这个判断 也延续刚刚那一题 就是说 我们在工作上面常常会遇到 就是说 资料里面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数字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帮我把这个 资料 A栏里面的资料 分别把英文 跟数字 跟中文 分别分成三个栏位 分别帮我摆放 比如说第一个栏位 也许是数字 好了 然后数字帮我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再来第二栏 也许是英文 第三栏也许是中文 就帮我把这个资料分别分开来 那要怎么做 这一题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回去思考看看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说 152跟151有点像 只是152的话呢 它是不只一个刮弧 它是三个刮弧 那如果三个刮弧 要怎么分别把 第一个刮弧之料放长 第二个刮弧放宽 第三个放高 那要怎么把资料切出来 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当然不是叫你图法列 刚刚点两下 直接Ctrl-C,Ctrl-V 那就没意义了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题 其实跟刚刚字串的切割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可以把那个资料切割之后 那需要的资料 就是在中瓜阿虎里面 这个网址 帮我把这个中瓜阿虎资料 切到这边来 那做法跟刚刚151还蛮像的 ok 所以大概原则上 会有这几题的练习题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没有太充裕的时间 给各位做一些 再进一步的 这个练习时间 所以基本上 那我也有把画面录制下来 那假如说呢 课后 各位如果需要再复习的话 可以再跟HR询问一下 那个将来这个 这个影片的位置 ok 那时间也差不多 那不晓得大家 最后有没有什么地方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 ok 那或者是说你们可以练习之后 假如说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或者可以用其他方式 用mail 或者是说 这个在YouTube上面 其实我有频道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之类的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 这一时间 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 ok 谢谢大家 ok ok